地球海運事況不明朗 利多利空雜音不斷 疫情紅利退燒之後 這兩年在行情高水位進場的貨主 也正在大量退租貨櫃船 孕家不理想船價回跌 傳出包括萬海 中原 都有退租計畫 而部分的船舶停艦 也對市場衝擊大 海運機構更擔心 明年會迎來全面價格戰 要好轉的話 還是看烏鶴戰爭能不能結束 一結束以後 大量的基礎建設 股物運送的話 會帶動散裝的運價 那同時中國的封控結束以後 他們的鋼鐵業 他們的金屬工業等等會起來 那運價在散裝 一定會跟著上來 或者散裝跟貨櫃 所以未來的幾個月 我仍然抱持比較不樂觀 就算是第三季 第四季呢 比我們原先的預期 就預算的預期 來得差不多 全年加起來 還是有相當不錯的一個表現 但即使海運景氣轉為觀望 今年上半年和去年相比 營收表現仍然不差 被稱為年終王的長榮 前三季稅後存益三千零四十四億 已提前超車去年整年的兩千三百九十億 傳出年終可能上看六十個月 預計三十號就會入帳 也令外界好奇不已 三零星的宋宇誇 李孟山 台北報導